就跟很多妹子的凹槽 跟女士没有关系的一样 总而言之 虽然看得到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夫奇修的 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25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传承系列最新一波的玩具 The Last Class的Prow警车 它的形象是来自于 零八动画里头的 我至今突然有点失忆 我想不起来 到底零八动画的 The Last等级 我到底有没有拍过它的节目 YouTube上面 我自己好像查不到 它的做过了上传的记录 那是不是是遗失的 还是我真的没做 我居然已经想不起来 各位可以帮我回忆一下吗 那两个的话 零八动画的玩具 持人都很大了 作为一款Deluxe等级的话 它是非常修长的 但是这一次 平安心说 我真的觉得这一款 警车做的也是相当可以 我说的是传承系列的这一款 它的护带的武器 一共有一对 它的一对 所以这个武器是一个旋风飞镖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武器的话可以握在手上 那如果你要换手握的话 我们就另外一个给各位做一个示范 它的武器你可以平常收在侧边 它里头是有联动的 我们这样子旋转一下 它是会转开来的 这样 它是会打开的 那这个缩回去 就这样子再打开 那还有一个齿轮 你硬掰也是可以 但是我要提一下 两手的造型是不一样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这只手虎口比较小 这个的虎口就比较大 而它的虎口的内侧 这里面有开一个凹槽 但是呢 无论我怎么样去掰呢 我发现这个凹槽呢 似乎是拍不成用场啊 就跟很多妹子的凹槽 跟女士没有关系的一样 总而言之 虽然看得到 有 你知道那边有一个凹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跟它产生 任何的互动啊 把握不住 真的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的武器呢就变成说只能够握在其中一边了啊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宣传照片上等等之类的呢 都是让它两手持武器的 那我们就把武器的话呢给收起来了啊 既然那个凹与我无关 那有这个武器又有什么用呢 那如果你发现呢 它扣的不是很OK的时候呢 强行用手去推一下去掰一下吧 那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这个地方不安装武器的时候呢 它确实是会缺了一脚 比较可惜 所以呢 我的话呢 会倾向说啊 干脆就不要让它拿这个旋风手里剑了啊 就把它扣在脚上好了 这样造型是不是更加的好看呢 那本身玩具的话呢 关节的紧实度相当的OK 甚至你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地方还有这里宽部啊 都不是球形关节 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直接以透明部件啊 作为它的一个胸口啊 我们隐隐约可以看到内部的 就像穿着黑丝的妹子一样 你可以透过这个去看到它内部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内部的结果可以看了 就是机器人而已 那它背后的翅膀呢 基本上呢 没有得调整了 就直接扣在后面而已 上面的这个驾驶的这个握把 就摆到这样就行了 它的这个小翅膀的话呢 你如果愿意的话呢 可以直接的把它整个弄上去 我不太记得说明说 我们有提到这一点 但是提上去之后呢 完全就不影响腰部的旋转 我觉得这样是更加的好看 那这个翅膀的话呢 无疑对它的人物的体型呢 有一个加分的了 那手臂的话呢 由于不是球管啊 所以把玩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 那么二头肌在这里可以转动 这可能是它唯一会让人家稍微吐槽两句的啊 就这个地方空洞太大 那变形的时候呢 是把手给收进去 那我们还是能看到呢 它的一个透明部件在这里 这个是变形成车子的驾驶座的尾部的时候呢 有一个警示灯 那你这样轻松的呢 就可以摆出一个两手抱胸的动作 而且非常巧的是 它就是这么一个斜角度啊 这样的放上去 有没有一个充满了自信心的一个 机器人的感觉啊 我是很喜欢这一次的造型的 而且它的体型来说 当然因为它是传承嘛 你不能把它当作是淋巴动画来看 单纯你这两个机器人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它的这个大腿的一个粗细度 可能会比较适当比较恰当一点 那一样都是把轮胎呢 直接的算是镶在小腿内侧的造型 这也是符合我喜欢的机器人的造型的 脚板也很大啊 这个就不用不用我多说了啊 脚板大的话呢 人物的站立就更加的OK了 整体来说呢 它非常有一种游侠般的一个机器人的感觉 哦对了 它的这个金色的这个点缀涂装 这个箭头这样下来啊 这款玩具真的真的真的漂亮啊 首先的话呢 随便啊 这个脚的话呢 下半身先转一个侧边 随便转一个啊 不用特别紧 我们先把这个翅膀的话呢 给推到前方来 整个推到前方 连同这个部件整个都给推上去啊 推上去之后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头的话呢 给往上推上去 往上推上去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呢 它的一个头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会变成是仪表板啊 就会刚好在车头的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稍微再再把它调整正一点啊 再调整正一点 如果你要把它调整一点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现在推出来 再调整一点 再推上去啊 那就是躲过这些零件了啊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腰身这里给整个转下来 把手臂呢 推到后方去 推到后方去 那转一下啊 按照啊 它的后面腿 应该手的后面这个变法 主要就是这里 这里要把它扣上去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到底是转这一块啊 也就是所谓的呃 肩膀这块部件 它其实有好几个角度可以转 到底哪个角度最好呢 我变形了几次之后吧啊 我感觉是这样子可能是最OK的啊 就是说这个金色的箭头是朝下啊 可能比较密合度会比较好了啊 那我们接着啊 这个下半身我们怎么转呢 转到这一侧 这一侧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你如果打成这样啊 它这里是一个挡泥板 挡泥板比较大的是朝前方 朝前方 那我们这个部件就是往前面上去 往上面上去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面翻出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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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转错方向 转这个方向到这边 这个尖头要朝前面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 这个一定是在前方 然后转动这个外白内收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先把轮胎先摆到这个位置就行了 我们接下来呢 把这两片部件翻到下方来 那这里翻下来的时候呢 顺便把这个 龙呃 这个叫什么 龙头吗 还是叫什么 就是这个部件翻上去 好到这里 好我个人的习惯了 我先把后腿变完 后腿先变完 这个后腿变形的时候呢 这记得这个腰身是斜一个角度 斜这样子的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膝盖这个地方 这个凸 要扣进这个 这个缝 当然我觉得它其实 没办法说扣得很紧了 就是稍微放一下而已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一块可以放下来的这个部分 记得是扳到朝下就可以 好到这边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 这里 有个凸 上方有个凸 下方也有个凸 它就是要扣进这个板子的内部 这里 因为都是黑色的凸 对黑色的 关了灯之后 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这种片子呢 也是不常见的 因为要很多的灯光来辅助 对不对 好我们就把它扣上去 那基本上 变到这边之后的 它的一个稳定性已经非常好了 整个都已经扣起来了 那前轮的话呢 是这个样子 这个脚板 你只需要把它塞进去里头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 你只要能把它塞进去就可以了 到这边 把它给放进去 你只要躲过 躲过这个 前方的这一些障碍 把它给放到这里头去 平常这个地方很容易变的 这一次 扣进去之后 这里顺势把它给推进去 这样就行了 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地方 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弧线 这个是它的一个脚底板 所形成的一个造型 那最后这个比较容易崩开的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车尾把 那辆再把它捏紧一下就行了 那由于有这个 这个支撑架的关系呢 所以它的一个车子 摆在桌上 是非常稳定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 传承系列的警车 从机器人到一台摩托车的变形过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吧 它的仪标板的部分呢 就是人头的后脑袋 然后加油的孔盖啊 那上方的话呢 它是有这个方块 这个六方形的凹槽 但是它没有其他的这个零件吧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 那从侧边来看 当然能看到一些空洞啊 但是我认为这是 真的是瑕不掩瑜了 然后武器呢 也能够很算得上是完美的收纳到 载具的轮胎里头 当然你要去挑一些细节上的小毛病 还是会有 但总体来说 以Hexpo现在的Deluxe等级来说呢 这一款在机器人载具跟变形三方面来说呢 已经是兼顾到非常之不错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算是逛百货公司的时候就 就刚好有看到 就把它给带回家 其实我这一波四款 我都已经网络上预定了 只是说已经提早先看到 它在十几天上架 我就先把这一款 这个警车给买回来啊 所以这个玩具呢 之后我会再多一支出来啊 到时候我在看怎么把它处理掉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见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杨子月的家愿者 呢 running